东北是一名长相艳丽的上班族 上个月呢因为情商 想要自己一个人出国自由行去散心 没有想到就在桃园机场 准备要出境的时候 被海关人员拦了下来 理由是呢有人密报她携带毒品 因此将她扣留在机场里将近两个小时 海关最后是没有查出毒品的 不过这名女子本来要搭的飞机早就飞走了 假期因此泡汤 让她气得在脸书上留言说 这个假期还真的是个悲剧 当作是你自认倒霉这样子 因为我们只是执行单位 蔡小姐好无奈 明明是要到泰国去享受一个人的度假之旅 却因为有人恶作剧 命令她携带毒品出境 海关没有确实查证 让她被扣留将近两个小时 假期也因此泡汤 自由行就是四个小时 然后出境又入境 遭遇到这种鸟事 我根本已经没有心情再出去了 照片中机场跟海关人员 打开蔡小姐的行李箱东翻西找 蔡小姐说她原本计划要到泰国 清卖去当背包客 聊情商去放松 没想到都已经准备要出境搭机了 却被海关拦了下来 所有男子密报她夹带毒品出境 还强行打开她的行李检查 将近两个小时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离开 事后海关还怪她说没有早点通关 其他她在脸书po文说 真的是悲剧一场 原来要整人可以这样子整 这个是很有漏洞的 所以一定要先这样做 那因为自己查无所谓 那这个里面 我们海关有跟他做致歉 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刑事 只不过接获密报检举 本来就应该确实查证 滥权扣留就是扰民 拒乱检举也会涉及误告 别以为只是恶作剧 当心误触罚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